哈喽大家好 感谢大家关注文文在澳洲 上一期的话 文文带大家打卡了一个五星级的两房公寓 大家觉得不过瘾 因为家里人口多的怎么办 那么我们今天去打卡一个五星级的三房公寓吧 走起 这一套三房户型是文文的最爱 它这个户型有一个非常大的 最大的亮点就是 它有一个足够大的主人房的浴室 这个浴室的话 它不仅是有淋浴 而且现在还配了浴缸了 对于怕冷的我来说呢 每天泡澡真的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我们再往里面走一走 这一块的话 是它一个非常大的步入式的衣柜 衣柜的空间很多 不仅是有可以挂衣服 把衣服放衣服的地方 而且像这些抽屉是可以放一些小的内衣 然后像这些架子是可以摆我的包 不过我的包还不够多 我感觉还摆不满 所以说为了配上这套房子 我需要多努力赚钱 多买点包 这个就是它的卧室了 每天下班以后 先泡一个暖暖的泡泡浴 然后我再躺在这张床上休息 真的是好幸福啊 这个房子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就是它的空间感非常的大 它的客厅真的很大 而且还做了功能的分区 像这一块是厨房 这个是它的客厅 平时朋友来了 可以大家坐在这里聊聊天 唠唠嗑看看电视 然后还可以看看外面的水景 这一块的话是餐厅的部分 然后这一块这个小的空间 是我很喜欢的 可以坐在这里看书啊 然后可以发呆啊 可以回我的朋友 回我的客户的消息啊 还可以看着外面的景 真的很美 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这个样板间只是在21楼就能看到这么漂亮的水景 如果楼层再高一点看出去的海景 看出去的水景会更加的美 然后我往这边走的话会看到这里是它的另外两个次卧 还有我们次卧的卫生间 我们发现它的主人房和次卧距离很远 他们都是相互独立的 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保证了相对的隐私性 而且就是很安静 不会互相的干扰 最后它有一个很大的点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墙面上 它都做了这种就是路墙的柜子 不仅是这一块 然后像厨房的这一块 它也是有这种路墙的柜子 所以开发商的话呢 它是很贴心的把所有可以 就是利用的空间都利用上了 这样的话呢 就是平时我们可以把东西都放在柜子里面 也可以保证家里的这种舒适整洁性 其实很多朋友在买房的时候呢 都喜欢买house 不喜欢买公寓 因为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因为他们很担心就是公寓的面积都普遍的偏小 没有办法去就是适合家庭去居住 那我们这一套三房呢 它的室内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30多平了 而且是套内实际使用面积 不是公摊的那种啊 所以它其实和普通的这种 就是单层的三房的别墅的室内空间 其实是一样大的 所以如果你又想要这种公寓的便利性 公寓它这种就是高档的 它的那种就是设施 还有它的安全性 然后又想要别墅的这种 就是它的宽敞啊 它的舒适度 那么这一套三房是你的最佳的选择 感谢大家关注文文在澳洲 感谢大家关注安家澳洲 如果您想安家澳洲 欢迎联系文文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